從小到大,我也碰到很多那些為你好的聲音 從拜帽、舉止,到人生的選擇 好像是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在等著你 那時我就在想,為什麼每個人都那麼不一樣 為什麼還要套用同一個標準呢 30歲,我才被大家熟悉 有的人說我已經過了女演員最好的黃金期 機會也會越來越少 如果我被那些話影響了 放棄了 可能我也不會遇到後面那些精彩的角色了 所以我想說要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做你自己的選擇 那才是最好的路 追求完美 我想其實不用跟別人比 為了夢想始終在堅持,不輕易放棄 認定自己的夢想,勇敢地衝吧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值得擁有